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灵患动作起剧片《僵尸先生》 影片一开场 九叔的保卫徒弟文才正在上乡 这些僵尸全是九叔的尸弟四眼道长暂时放在这儿 这哥们正瞎悬末的时候 他的尸弟秋生化妆成僵尸开始跟他开玩笑 把文才当时就瞎瞧了 这个时候一阵阴风吹过 僵尸们脑门上的符咒全都掉 眼瞅着这哥俩要倒霉 九叔和四眼道长及时赶到 经过一通瞎胡闹 老哥俩很快就把这些僵尸给崴平了 转过天九叔带着文才去见大财主任老爷 虽然任老爷的颜值不在心 但他的闺女婷婷长得那真好看 任老爷找九叔的目的 是想把他爹地的粉给欠走 九叔说一动不如一径啊 最好别瞎折腾 任老爷说风水先生说了 二十年后必须欠粉 不然我们全家都得倒霉 文才说风剑迷心害死人啊 九叔说既然这样 那咱就三天后起关 婷婷去秋生姑妈的店里买胭脂水粉的时候 被秋生误认成了是对面怡红院的小姐 婷婷说怡红院是什么地儿啊 文才说是青楼啊 婷婷一听可气的不清啊 上去给了秋生一大嘴巴 三天后九叔开始为任老爷的爹地建坟 棺材弄出来之后 九叔一看吓了一跳 心里话这哥们怎么长得那么像圆滑 任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 说爹地啊 孩儿不孝打扰您老人家睡觉了 九叔说看老爷子这样子 很有可能变成僵尸 我建议最好一把火给烧了 任老爷说别开过去玩笑 这不是吓唬闹吗 九叔一看任老爷这么固执 只好先把老爷子的尸体放在了益庄 所谓的益庄啊 就是临时存放还未下葬的棺木的地方 类似于现在的停尸房 九叔说你们俩在墓穴的附近 稍我没会儿累 每个分头都要上炉香 秋生在上香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叫小玉的姑娘 才二十多岁就领了盒饭 这让他觉得特别的遗憾 回到益庄 秋生和文才打开棺材盖一看 发现任老爷居然碰了一圈 而且手指节也变长了 九叔一看这是要试变的 于是急忙用墨斗线把棺材给封住 晚上秋生骑车车回家 在经过一片小树林的时候 遭遇了白天他曾上过乡的那位小玉姑娘 小玉的鬼魂对秋生是一见重情欲罢不能 于是便在半道偷偷的坐在了秋生的后座上 估计是这位小玉姑娘的眼神不太好吃 走了没多远便一头撞树上从车上吊了下 到了后半夜 任老太爷在棺材里憋得实在太难受了 又打算出来偷偷气 可刚一伸出手就被垫了一下 保安队长眼镜哥是任老爷的表外上 这哥们早就对自己的表妹听听有想法 因此资要是也有机会就会跟任老爷套近 任老爷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根本不搭理他那么多 九叔带着秋生和文才找任老爷谈千坟的事 眼镜哥为了在表妹面前表现自己 把秋生和文才给得罪了 这二位利用眼镜哥的一根头发 可把眼镜哥折磨不清 到了晚上任老太爷终于破光而出 开始到处下折挡 任老爷正在屋里算账的时候 突然看到自己的爹地一破门而入 当时就吓得尿了一哭 此时的任老太爷早就留心不得 上去就把自己的儿子掐死 第二天的一早 眼镜哥和九叔等人都来到了任老爷家 眼镜哥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是九叔把任老爷给杀了 这个时候秋生和文才过来汇报 说任老太爷的尸体不见 九叔说这事可麻烦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任老爷很快就会失变 加上他爹地任老太爷这个老僵士 估计今儿晚上会有一场恶战 到了晚上秋生带着法器来到牢房门口 师徒俩刚聊了几句任老爷就失变了 九叔说赶快拿福把那孙子给争 失变后的任老爷功力大 他妈可把秋生折腾了不起 听到动静的眼镜哥带着人冲了进来 眼镜哥把任老爷脑膜上的符咒接掉之后 一场僵尸大战正式上演了 任老爷显然对自己的这个表外声 情有毒不化 又挠又咬 把眼镜哥吓得是屁股尿流 从老里出来之后 九叔和秋生联手 把任老爷给摆平了 文才正在陪婷进守夜的时候 任老太爷连蹦带跳的杀套 任老太爷在地下埋了二十年 练就了一身的硬工 九叔师徒三人费了半天的劲 最终还让任老太爷跑了 而且文才在这场战斗中 还不幸被任老太爷给抓伤 为了给文才治病 九叔让秋生到镇上去买糯米 米店老板五大爷是个奸商 他一看最近糯米有点紧俏 于是便让自己的儿子二傻 往糯米里掺年米一次冲好 秋生骑着自行车往回赶路的时候 被暗恋他的女鬼小玉给看见 为了吸引秋生的注意 小玉强行让打惊的 蒙圈哥非礼自己 秋生英雄救美 说你这个禽兽 居然赖蛤蟆想是天鹅肉 蒙圈哥是老实人 遇见狐狸精油嘴也说不清 随后秋生护送小玉回家 小玉说你的大恩大德 我怎么报答你呢 秋生说我这个人 视金钱如奋陀 你看着办吧 小玉说那我只能以身相许 你等我一会儿啊 我去换件衣服 小玉去换衣服 秋生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心想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别再是仙人跳给我下了套 秋生越想越后怕 于是便找了个借口打算开溜 可当他刚走到门口 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 小玉说先喝杯酒暖暖身子 一杯酒下肚 秋生是天旋地转再绕过绕北 一夜无话了 第二天一早 文才突然发现 自己开始有失变的迹象 为了不让眼睛哥看出来 这哥们开始在大家伙面前装风卖上 这个时候秋生抱着糯米回来 九叔一看秋生这情况 就知道是被女鬼给缠上了 眼镜哥这个饭桶 带着一帮窝囊废去捉僵尸 僵尸没找到 这帮吃货反倒被一只大猩猩给吓尿 秋生这一觉一直睡到天黑 这哥们走了之后 九叔急忙在后边跟踪 他随着秋生一路来到了小玉的住处 接下来是九叔和小玉的一场大战 几个回合之后 这小玉有点接不住了 他急忙利用法术 让秋生缠上了幻觉 哎呀 你幻觉就幻觉 怎么又拿人家眼镜哥开穿 人家眼镜哥好歹也是一保安队长 正义的化身 法律的代言人 在你们的眼里 怎么就成了亲手此变态 小玉一看不是对手 急忙虚晃一招仨子撩 第二天的晚上 九叔剩下圈套等着小玉 对秋生念念不忘的小玉 不顾危险来到了九叔家 九叔和小玉在外面打得正热闹的时候 文才突然变成了僵尸了 眼瞅着秋生要倒霉 小玉奋不顾身的把心上人给救了 经过一场肉国战 九叔使出了绝招把衣服给脱了 这一脱衣服不要紧 当时就把小玉给想住了 秋生也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 何况小玉刚才还救了他一命 在秋生的请求下 九叔终于放了小玉一马 对于文才失变这件事 九叔也觉得挺难闷的 给检查才发现 原来糯米里边掺杂了有粘米 到了后半夜 养好伤的任老太爷从山洞里出来 接到消息的九叔跟着眼镜哥来到村口 发现一村民被任老太爷给咬死了 为了防止村民事变 九叔让眼镜哥把村民的尸体给烧了 趁着九叔外出 任老太爷摸到了九叔家 都欺负到家门口了 那九叔能不而明 接下来是茅山术大战任老太爷 要说老爷子是真不含糊 一身的金钟罩铁锅杀 而且轻功也好 上蹿下跳 眼瞅着一帮人要扛不住了 九叔的尸体四眼道长及时赶到 四眼道长掐绝见肉 把手下这帮僵尸的积极性子调动起来了 可任老太爷根本没把这帮小崽子放在眼里 影片的最后 几个人齐心合理 终于把任老太爷给弄死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英书已随黄河去 恍若白局已过细 昔日经典不再有 只留往事去追忆